196度究竟有多冷 我们利用液氮喷射 降低温度到零下196摄氏度 来进行实验对比 一块新鲜的猪肉 用液氮喷射后 可以直接用锤子敲断 这么冷的温度 如果是喷人会怎么样 而长时间用液氮喷射的DMM 冰天雪地抗寒服 我们可以看到 衣服背面已经结了冰层 但是实验人员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 液氮喷射五分钟后 实验人员的体温 反而上升到了37.2摄氏度 抗寒效果这么好 那么防水效果究竟如何 我们采用功能复合面料 能够有效地防风防水 DMM的每一处设计都追求极致 使得人体在极寒环境下 让用户感受极佳的户外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